输入小计数量输入之后 自动带出小计的话 当然我可以直接在 我们的数量点两下 它会切到这个原件名称 我叫TSTC 底线Change Change的话就一个事件 当它里面资料改变的时候 然后我做什么呢 我去把我们相关的动作 其实小计的话就是把 我们的数量乘以单价 把这些相乘之后的结果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一个小计 这个叫LBLD 里面 那这个程式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直接就是这一个 再来看一下就这一个 那当然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那所以我可以先判断 如果在TSTC 就是那个小 那个什么呢 单价里面 数量里面 假如不是空的话 那才去相乘 把相乘的结果怎么样 丢到这个LABEL里面 反之的话就丢一个空的 那这个就是中间这一段 不过这里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里面带过来的资料 它会是一个自串 那如果自串 那其实不过VBA有个有个比较人性化 就是说如果它遇到成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自串里面的东西 先转换成数字之后再相乘 所以理论上呢 当然比较标准的作法 你可以再多做一个什么 CINT 然后前刮壶 然后这边的话呢 后刮壶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先把它输入的这个 B里面的东西 B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单价 因为这两个要相乘嘛 把单价跟数量 都把它怎么样 先转换成数字之后 然后呢 再来做相乘 OK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会比较 不会出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多一个CINT的叙述 C的话呢 是转换你的那个形态 也就是说里面假设是四串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转成INT 也就是一个整数 不过 这边有一点给大家注意一下 里面除了说转换成整数之外 你可以按F1 F1是call help 指的是什么 里面还有其他转型的 这些相关的方式 里面的话 还有哪一些可以用的方式 其实它这边有没有 你可以按F1之后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相关的那个type的 conversion的方式 这边都有 那特别注意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CINT的话 它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呢 就是CINT在这里 这一个的话呢 它最大呢 CINT在这里 它最大只能转换什么 正负的大概 32767 也就是如果你这个数字 如果它的单价 超过这个数字会怎么样 程式又挂掉了 它会跟你讲没办法转换 因为你要转的数字超过 我能转的范围了 所以如果你担心说 你那个数量或单价 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字的话 请特别注意 请你用哪一个 C-Long OK C-Long的话就比较保险了 因为它最大可以处理 就是21亿了 OK 那当然 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 干脆你比较保险一点点 干脆用C-Long好了 那这个C-Long的话 的缺点就是说 它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 大概慢多少呢 慢大概 大概百万分之一秒吧 可能更小吧 基本上 因为现在电脑太快了 以前的话 当然你用处理小的 大概会速度快一点 处理大的相对 可是现在电脑太快了 所以建议你干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C-Long跟C-Long 都是处理整数的 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记得你不能用C-Long 或C-Int 你要用哪一个呢 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能用C-Double OK C-Double的话 就是它可以处理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处理的数字 会超过21亿多 C-Long也处理不完的话 那再来你可以用C-Double C-Double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处理 有小数点的 然后它也可以处理 大于21亿了 反正非常非常大 天文数字的话 你可以用C-Double 一样如果大家用比较大的 它缺点是效率会差一点点 当然不过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了 所以差那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如果说希望城市永远不会坏掉的话 你就用大一点的 比较不会有那种状况发生 那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就是把这个给做完之后 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按确定 把这五个东西有没有 分别填到哪里呢 填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笔 其实前面都有写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直接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这一段程式 云端上也有 我有把它写好 在这边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一样去抓什么呢 抓最下面 加一有没有 就是A1 当然你用A2也可以 向下侦测之后的话 然后分别怎么样 一个罗伯一个坑 分别把资料 一个一个先抓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unprotect 密码是123 当然你特别注意 你的密码记得要改一下 如果你不是1234的话 然后再来把我们 第一个元件2345 一个罗伯一个坑分别放在哪里呢 BCDEF 这边总共有五个栏位 最后这个编号的话 我是拿上面这一个 加了1之后 再把它格式化到这边 应该可以理解吧 上面那一个 不过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也许有了 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用 用若寒 还是直接丢公式 其实也可以的 那编号的做法的话就是 这个有个L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意思是说 等于小老鼠 这个主要用途是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里面 有一个 因为你要丢的是 那个什么文字 00000 你预设是只能丢数字 所以如果你把0001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通用格式的话 它前面的0会消失 所以理论上我们先怎么样 先把它变成文字 那文字的话 在有没有 那个格式里面 是一个小老鼠 所以如果说将来 你要把它先按右键 储存格 变成文字的话 基本上 你就要先 什么 L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属性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小老鼠 表示里面先一个文字 再利用format的方法 把它的上一列 加1之后 再把它格式化成4 然后这样的话 再把它protect 所以会先unprotect 然后再protect 所以基本上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 应该这样子 我给输出来了 数量50 我感觉好像这边 是不是你等于输入一个 它就改一个 输入一个就改一个 所以应该是不是 等到它全部输入完之后 Enter过之后 再小计好像会更好 不过现在功能应该是可以 可是如果更好是 它是按了Enter之后 才怎么样 才去出现小计 不过这个等一下再讲 所以很多细节 那这边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填到什么 填到那个里面去 不过它好像会写入失败 刚刚什么 显示什么 密码 emprotect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不是 我预设好像是把那个密码 是不是也先给那个 关掉 所以它好像一定要先 这有密 1234 1234 但是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密码 没错 所以它 unprotect 再写入 到C栏 OK 那应该理论上是OK的 那 这个再看一下 画面先还 还给各位 OK 试一下 因为你反正就 unprotect一次 就 这个unprotect一次 然后最后再 protect就可以 可是因为 我刚刚看了一下 那 我就也是一样 反正只要 层次发生问题 我就射中断点 然后让它 f8慢慢去跑 就看看 稍微看一下细 原来它 在 输入资料的时候 它会去触发什么 比如说在这边 这一行 假设我 我跑一下 假设这边 理论上应该跑一次 这间输入 然后这边 按确定 应该就可以足够帮我把资料写过来 然后可是问题 现在怎么又OK了 刚刚是什么 它会触发一个错误 现在又OK了 看一下我程式 是否我写了两个 这个 多写一个 我有多 多再写一个 然后 确定 现在怎么又恢复正常 看一下 因为刚刚我有把 这个 如果你们等下遇到问题的话 可以check一下 我刚刚是把这个拿掉 因为它 如果你只要有输入资料 它会去 跑这边程序 所以跑这边程序的话 它的unpotential 好像就会 又需要再重新再一次 否则的话 它就会有错误 所以把这个删掉 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恢复正常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程式就会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写进去 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一样可以怎么样 把它做全部清楚 你输入完 全部清楚就把这些里面 丢空的字串给它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样子基本上 表单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限制使用者在这边 只能在这边输入 第二个的话 因为我们有设保护 所以基本上 它即便把你这个表单关闭了 它进到这里面也只能看资料 它不能够去动里面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的话 等于上了一个保险 然后其他的话 当然就把资料给清空 最后 如果你希望 像最后这个是吹毛求疵 其实这样 其实还是功能正常 只是你会觉得说 好像 是不是可以输入完之后 再 再怎么样 再执行的话 那这个地方 你就变成说 你最后是按Enter Enter之后 才把小记带出的话 这个地方顺便讲一下 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吹毛求疵 写程式就是这样 你写完 你会想说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怎么改会最好 所以 1 不要把它写在Change 那要写在哪里呢 把它剪下 写在 当它KeyDown的时候 KeyDown 特别说 事件不要用KeyChange 因为Change的话 你只要打一个字 它就Change 当它什么呢 所以你这里的话 可能要写一个判断 如果 因为我是Enter Enter的话 它的ASCII Code是13 在ASCII Code里面13是Enter Enter键的内码位置 控制键是13 所以 如果什么呢 如果它的KeyCode 有没有 它会用KeyDown的时候 告诉你KeyCode 是哪一个 就是你的KeyCode 是如果等于13的话 表示说你是按了Enter Then 才去什么呢 Enter两下 Enter一幅 才去做什么呢 刚刚的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刚刚把它剪下来的东西 就再把它贴进来就可以了 就是 如果里面不是空的 那我就执行相乘的动作 那如果 是空的 那就帮我把它清空 有没有特别说 这个是当什么情况下 就是Enter的时候 那如果没有Enter 它就不会触发 所以最后是Enter 才会触发 我们试一下看看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后你一定会遇到 你希望Enter 才会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记得把那个事件 写在keydown的时候 并且用keycode判断等于13 这个还蛮多地方可以用 很多地方还没有 比如说你在输入一些东西 最后Enter 就好了不用再按按钮 那你也可以判断 像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 最后我要输入的时候在地区 如果你希望地区Enter 那你也可以判断这个地区的 keydown的时候 是不是Enter 如果是Enter 就帮我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按下按钮的动作 那不就更简单了 以后呢 那自动就把资料给清空 它又回到什么 第一个让它可以直接输入 那不就一个循环 它就可以很方便一直在输入了吗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试一下 那如果为了确定说OK 你可以吃一个中段点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的话就选一个1 然后呢 刚刚不是输入50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这边 它会抓到一个call 101不是 所以它跳过 然后50 50的话0 0的话是96 是不是不是跳过 这个蛮干扰的 算了先把它中段点拿掉 然后当我按下Enter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小机还没出来 当我按Enter 有没有发现 因为Enter是keycode等于13 等于13的话呢 才会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我把那个 刚刚那个程式给执行 所以程式并不多 但是都很 都很重要 keycode等于13 在keydown的时候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东西我在Google查了半天 网路上是找不到的 这个东西的话 真的是 还是要try才知道 因为本来我是写在那什么 keyplace里面 不过后来发现不对 后来发现keydown才对 OK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网路上其实不见得可以找到 就是 准确的答案 那我是利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用keydown的事件 触发的时候呢 判断keycode是不是13 那就可以做出我要的效果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完之后 大概这个表单 基本上就OK了 再来剩下来就是有关 那个所谓的资料库部分 那资料库呢 我们当然希望怎么样 可以新增一笔 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们一样会有六个栏位 这六个栏位 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 那个资料库里面 所以呢 当然这个也是复习上个礼拜的东西 六个栏位 所以你需要在那个 access里面产生六个栏位 的资料表 然后我们可以用insert into 把它丢过去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有关那个 刚刚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change 改成那个keydown的程式 我也把它复制 放到那个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刚刚那个unprotector 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是把那个worksheetchange 那些程式把它拿掉 我发现其实OK